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 曼城最大的發展商Venica 一個著名的屋苑 他們一個非常罕有在小森的Town House 位於Region Meter Park對面One Region的這個屋苑 一進來就是一個很快樂的中庭位置 不足夠放一個鞋櫃或者是一個鏡箱 旁邊的是一個客廳 一個很寬敞舒服的客廳 接著進來的位置就會是一個客廳和飯廳 看到設計非常簡潔和齊整 包括也是一個很寬敞的廚房廚台 有齊微波爐、焗爐 雙層雪櫃 家庭和俠機 旁邊的客廳也都寬敞 擺一部五、六十吋的電視完全沒問題 一張三文梳化 甚至還有很多空間 這裡外面就是煩惱的大馬路 也都見到Venica另外的 Dinskay Castleville那邊的建築 但是只要關上窗 基本上是完全任何聲音都不會聽到的 非常之寧靜 所以交通方便 旁邊的旁邊亦都帶非常之優靜 那見到就回到出來中庭位置 然後室內上樓梯 接著下去就是客房 上樓梯其實有一個深度放到幾多東西的行李 基本上這裡亦都可以放一些裝飾 甚至是可能放一些雜物在這裡 都非常健洗 樓梯的左手面 就會是 Boylar 和洗衣機 而右手面就會是 Bathroom 就有浴缸了 也是非常之寬敞見洗的 這個書房 其實那個寬敞程度 放在床上是完全沒問題的 你說是當作客房 甚至我還說覺得挺大 落地玻璃 看著就是Renica另一個建築 就算外面 幾繁忙的道路 但是這裡都是一滴聲都沒有的 正正就是Renica 這個建築箱的設計和它的功力 非常靈靜 很光亮 很舒服的環境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書房 接著下去呢 就會是主人房 還有另一個客房 而這個客房相對較大的 甚至其實我都覺得是 某程度上跟主人房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因為正正進來這樓行之後 看到其實它都有一個兔廁的 還有一個企缸 配上一個企缸 配上一個企缸 以此還有兩幅的落地玻璃 放在衣櫃 放在化妝桌上 還有一個大床三邊落地 非常光亮 一樣對著大家 不過是寧靜到一滴聲都沒有 等於一個主人房一樣的配套 還有面積 而這個 見到非常之大 同樣有兩個大的落地玻璃 這一邊就看回脈環街 寬敞程度很漂亮 非常容易擺放東西 順手業主還在這裡 加多了一個雜物房 但也可以作為一個義務間 這個這麼罕有的town house 位於市中心 region retail park 的對面 最大的發展商 menica one region大型屋苑 可以說有齊apartment 的好處 也可以有住house的感覺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聯絡我們 快點聯絡我們